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这是有一天晚上关灯后 小张对我说的一句话 是 成年人就是很容易受诉不错 然后开始伤心呢 小张工作后开始早八晚六的上班 我开始做Vlog后 成天成天都对着电脑剪辑 每天两个人回到家后 不再是充满仪式感的一起做饭 看电影聊天 而是公式化的吃素食餐匆忙解决 之后我便戴上耳机 一头扎进剪辑软件里 直到洗澡上床关灯睡觉 我们的关系仿佛从情侣降级到了室友 这时候我才发现 我已经很久没有放松下来 去静静的看一本书 去和爱人一起看场电影 去聊一首诗 去好好地写首账 去百分百地感受生活了 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周末 我决定不做任何策划 坐上电车来到海边 简简单单地和小张一起看个日落 我坐在山里 然后就在森林里 在海边 我只在城市中你选哪个 其实如果让我选的话 我们也喜欢就在海边 这个狗好开心的 好得吹一块 然后以后也养着狗 知道 有一种 我觉得很好 自己处于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 然后看周围在人家做什么 然后就花很长的时间 观察他们在做什么 这个码头的镜头 有一个小的餐馆 那是餐馆 对啊 我已经以为那是个牛子英文之类的 那边有一家小的餐馆 最近的我 时常回想起四年前的那个夜晚 一个人绝望的在深夜放声痛哭 很想对那个怀疑人性 怀疑未来 自卑脆弱的小女孩说 一切都会好的 那些你以为只存在想象中的 遥不可及的美好 都会来到你的身边 你看这一条云 很像那个啤酒 刚到完时候 上面那一层泡沫 我们现在到餐厅这里了 有咖啡啊 去买咖啡吧 好 去拍吧 小庄去买咖啡 我在这边等太阳下山 我们来看一下太阳 最喜欢早上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中午的时候就开始觉得空虚 晚上最难度过 在白天假装对一切无动于衷很容易 但是黑夜却让人无处遁醒 你买了啥 我买了大炮的豆奶 好黑啊 好的 嗯还可以 他们家做的还可以 嗯 我喝的 我喝的都可以我开跳舞 好好 三Q打之于抹尔本就相当于 北戴河之一会经典 就相当于西谷之于杭州 对 每一次的SQ打的就是最后的鸡都是风好大 然后头好冷 嗯 这头发都中分都被偏撑 都被吹成19分了已经 好像那个权力游戏里面那个猎狗一样的 发拉脸被烧 发拉脸都被烧毁了一样 只有几根要吹在一边搭了下来 我们要走了 你想干什么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